红拳一带宗师刘家良一双 翁静静13日在宝福山位 刘师傅上位 背上会雕食八般兵器 两旁则刻上红拳口诀 一事结束后 刘师傅徒孙在风雨中 一展红家拳发 翁静静看这往夫 还是不禁激动落泪 感触良多 现在这一刻 我的心情是平复的 但是要是早半个小时 问我的话呢 那个时候还是有点波动 刘师傅他那个病 病了差不多是20年 在这个当中 没有什么大公司大人物 来找过我们 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 就是我这个小女子 在那里硬撑着 我最高峰的时候 每一天是有七分的工作 从早到晚的 那个时候小孩还小 刘师傅又病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翁静静在刘师傅离世的时候 决心成立刘家良慈善基金会 帮助一些因工作受伤的 武术演员们 半年前翁静静向邵氏 追讨刘家良花红 约五百万捐给基金会 可是邵氏电影公司 一直没有正式回应 就在上排位前 一直为师傅后 是尽力的险国陵 主动捐出了五百万 让此事有了一个了结 东新娱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